Hello,大家好,家庭主妇最喜欢买锅瓦瓢盆了 今天买了一个煎蛋小铁锅 这个锅的目的呢,主要是为了给孩子做蛋肉饱 平时也可以用来做一些饼,容易控制饼的大小 经过多年雪泪水的厨房经验,我觉得还是铸铁锅最好用 这个小锅几十块钱,还送了一个硅胶产 我们先用说明来给它开一下锅吧 先把锅用清水洗干净,千万不要用洗洁精 会影响锅体吸收油脂的速度 用小火把锅加热,用一块肥肉在锅内旋转涂抹 多涂抹几分钟 自然把锅放凉,然后把上面的油脂用温水冲洗掉 连续把锅烧热,涂抹肥肉 按照这样的方法连续操作三遍以上,效果会更好 最后一遍,油脂不需要冲洗,停留在锅体 等用的时候再洗就可以 我们先来煎个鸡蛋试试吧 毕竟是纯铁锅,不会有不粘锅那么的顺滑 但是我真的是扔了太多的不粘锅了 宁愿把一个小铁锅慢慢的扬起来 你们喜欢铁锅还是再涂层的不粘锅呢